因为我跟这些层飘相处太久 就是我从资料搜集到拍完那个戏 我用了16个月 我访问300多人 应该有接近100万字的资料 然后选定了一些21个人之后 我也考虑就是 把他们全换掉找专业的演员 我觉得受过训练的演员 又很难跟他们演的一样 因为他们就是很青涩的 他们眼神里面 其实他是真的忧虑 他的基本上经济能力也没有 每天不知道明天能不能吃上饭 很多生活很惨的 其实我看到沮丧是比较多 比如说怎么会有人 他们要很多这种心灵机舱的东西来鼓励自己 我的梦想要做印第 能够成为一名群众演员 我这个影响是多的 信念给我力量 我将无坚无垂 我将无坚无垂 我将不想得到所有人的问题 能够自己同意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 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积极向上 但我看到他们其实是被最不重视的一群 是有绝望感受的 很绝望的 因为我相信我是第一个搭了帐篷 所有有椅子 有桌子给他们吃饭 然后我看到一个小伙子 在蹲在地上吃饭下着雨 我说那边有椅子你去坐 他没有理我 我看他吃饭的样子 我知道他昨天晚上一定没有吃 所以我是被他们触动 而且他们比我们的追求要低 他其实只需要一个角色有名字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 而且成功的机会太低了 因为你在北影门口就一个王宝强 可能路人甲里面就有几个演员 现在有戏拍一下 成功率非常低的 那说回来这个 你们这次成绩不错 有机会如果要演一些 自己不熟悉的 要尽能力去观察 从书本到影像到诗地 那我相信对你们帮助会很大 谢谢导演 谢谢导演